招聘取谈 任氏部小姐告知那块风水宝地称之为报言 公司如庙 雇员如僧 和尚吃死方 庙中人来人去 没人念经了 便催任氏部赶紧往晚报 周末报眼上胡帖子 不出一周 摆来份简历和照片 便堆上任氏部小姐的案头 任氏部先粗筛 然后业务部门过戏罗 罗过的面试 面试过的在比试 比招老婆还费神 其他部门招人 任氏部小姐将应聘者的简历分成两落 遗落当场拖出去毕了 另一落的生杀余多 由业务部门发落 可能因我当时单身 凡财务部招人 任氏小姐慈悲为怀 总是送来两落简历 对额外的遗落 她话里有话 你自己看着办 我心照不宣 感谢不宜 立即败度 搞财务的女的多 这一落全为未婚女性 照片上各个青春风貌 资淫可人 清楚地记得一张五寸彩照 名模好尺 瀑布长发 脱筛半卧 玉体横沉 穿桃红脖子裙 赤足 涂红色指甲油的脚趾上翘 如路标 寻路标上窥 极箭慈欲照的主题 大白腿一对 公司里那位年已忘六的英国同事 导闷 每看到这些照片 铺顶上就会泛出青春的红霞 接着就会坚定地表态 要毫无保留地把余热贡献在中国 说我不动思念 那是胡说 随远老人曰 西域怜香而心不动者 圣也 西域怜香而心动者 人也 不知欲 不知香者 秦寿也 咱非圣非兽 六根不尽 因而 有眉清目秀者 但凡应聘者的条件 能沾上点边 我都会恭请见上一面 于人于己 即会对等 一次 人事小姐送来的两份简历 吸引了我的注意 一位是五位人士 照片上一柴盒妞 面容黑瘦 千花不失 脸上摆着一惊叹号 紧张局促 好像摄影师在喊一二三时 对他晃动着一只蟑螂 另一位是武汉人士 照片上一处地利人 饶有风质 又让男人见了 心中会咯噔一下的一张脸 那双性眼 吻含一种神情 像是摄影师在喊一二三时 他对摄影师 晃动着一只蟑螂 二千多年前那个寒夜 刘夏慧怀里做的 若不是那个鲁国女人 而是照片上的这位 刘爷多半不会流名于史 财务部有间小会客室 几只单人沙发 主兵对坐 每逢面试 一切由财务部秘书操办 那天 里里外外他是总管 也是他在公司里 最迷人的时候 进进出出 桃花满面 神采奕奕 体会着船长掌舵的快感 至今清晰地记得 物件那两张照片 本尊的情景 冬天 北风呼啸 阴霾蔽日 先进来的是五位女子 个头矮小 风尘拘灭 比照片更黑更瘦 博山一条 赵本山节目中的女人 踩扎的那种头巾 她陪着十二分小心 尖着屁股坐在沙发一角 双手捧着茶杯 一口没喝 眼睛盯着脚尖 手指搓着衣角 偶有对视 抱以腼腆一笑 一问一答 绝无多言 这种面试 出给人一种 主宰他人命运的优越感之处 扫心透顶 巴不得快点结束 好不容易 敖满秘书分配的时间 赶紧起立送客 握手道别时 感觉到他在努力回我 走前抬头大胆地看我一眼 留下个充满期盼的一瞥 处女进来之前 秘书通报时的神情有点怪异 还甩下句话 请注意时间 听到轻轻地扣门声 我下意识地整了整领带 迅速地抄起手边的几份简历 做买手操劳撞 心扑然跳得不成体统 请进 尽量显出公无缠身 无暇踏顾 门一开 我立刻闻到香水气味 请坐 我咬紧牙关 没急于抬头 来人迟迟不作 显然在等着捉我的目光 我尽量放慢抬起眼皮的进度 等到我把他看清楚 心里不是咯噔 是咣当一下 开车撞到隔离带上的动静 面前站的不是楚地来的家人 是俄国来的安娜 卡列尼娜 他携带狐皮帽子 围着狐皮尾薄 狐狸的嘴咬着自己的屁股 半长球皮外套 黑皮裙 黑短靴 他双手拥在腹前那件东西 或许叫皮手筒 在电影里见过 还有件东西 在电影里也没见过 挤两只短靴外面 各套里圈皮毛 像贵宾拳腿上修剪满留下的那两团毛 不知叫什么 皮脚筒 他款步走到沙发旁 不慌不忙 卸下身上这几肌毛皮 摘下帽子 优雅地甩出一头微微散万的短发 再脱去外套 一件紧身灰色毛衣 显出凹凸有致的身材 他慢慢坐下来 无声地啜饮着茶 直视着我 直到走 再未移开 活这么大 头一次面对面地与贵妇对坐 一臂之隔 心里明显准备不足 只觉热浪扑面 暑气欲争 脑袋嗡嗡乱响 开始 我强装震惊问了几句 在他那一双会说话的眼睛的注视下 我很快就防线崩溃 陷入语无伦次 面红耳赤 两手握汗的窘境 这不怪我 咱就一介帐房先生 不是人家西门大官人 没有同安哪 卡丽妮娜 坦然对视的色胆和本钱 他显然知道自己对男人的控制力 嘴角挂着淡淡的笑意 接过话头 谈话变成了他问 我答 随后 跟刚才那位五位女士一样 轮到我盯着脚尖 神精致地搓着一脚 我估摸着全财物部的耳朵 此时都贴在我身后这块隔板上 谈话无端地被打断两次 一次是捣嫩进来 杨庄同我商谈公务 捎带在他身上头下一堆 想死咯咯了的眼神 再一次是秘书 他悄悄推开门 随时准备尖叫 以应对屋中俩人合作一张单人沙发的情况 他狠狠地瞪一眼厨女 递我一纸条 上书 时间抄了 外面已等了五个 今天秘书是老板 我截住话头 心中隐隐有点不舍 厨女留下家中电话 有条不紊地还原成狐狸 然后伸给我一只白皙柔软的手 垂着不动 让我攥着捏了捏 出门前回眸一眼 一道蓝色的电弧光 灼烧在心头 她是那种叫男人见上一面 一辈子忘不了的女人 公子几年 这是我唯一一次 因选人而举其不定 为在这俩中定夺 我一夜没睡踏实 前一位如苏米青州 一碟排黄瓜 后一位如海陆珍修 一包佛跳墙 下班回家 窗外北风呼啸 屋内四壁清冷 一晚上 满脑袋飘着那双性眼 和那件凹凸的灰毛衣 看着那个电话号码 欲打又止 怕一打就像青菜 跳进烧热的油锅 第二天 我神情憔悴地走进办公室 头进室是给人事部小姐打电话 生怕一看见那间灰客室 我回遍主意 请通知那位甘肃女士来比试 放下电话 心里苦涩而落寂 五威女上班的第一天 脸上兴奋地挂着两朵红韵 她什么都好 就是土 土的吊渣 破天荒头一遭 逼得我一操老爷们 操心起女人的穿戴 建议她去买身办公室的行头 第二天 她焕然一身新装 我一看 还不如不换 湖蓝色的两件套 至少大了两号 她人装在里面 显得更黑更瘦 袖子挽着 本应停在膝盖的裙摆下探脚面 裙前鼓着一包 前面开着一叉 怎么看怎么别扭 我把秘书叫来 她裙子穿反了 这还用问 那你去告诉她 那那成 我要说 她要恨我一辈子 那谁去说 您呗 无奈 我只好硬着头皮上 一张嘴 她脸一红 咯咯一乐 当场就把裙子在腰脊 转了半圈 让岔开在腿后 哎 若处女在 哪用牢这个神 财务部乃至整个公司 还不亦生辉 我和导嫩会焕发出 十二分的冲天干净 只有一点担心 说不定哪天上班 厨女对我上下打量一番 说 经理 把裤子反过来穿吧 那拉脸拉在屁股上好看 你说 我和导嫩能抗命吗